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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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梁芝玲 夏天站在廚房煮飯,有時真的熱得溶了 有什麼菜 不止吃完的透心涼 煮的也不用那麼辛苦呢? 讓我分享一下我的 燒薯三送一湯 以前我在香港吃米線 一定會叫的 蜜肉 很有東南亞風味的 泰式檸檬魚 很受小朋友歡迎的 酒樓經典甜品 椰汁馬豆糕 BBQ打邊爐很適合喝的 羅望子特飲 全部材料都在英國超級市場買得完 百分百就地取材 除了買菜的英文、價錢 今集還會分享一下我保養和磨刀的步驟 這個燒薯肚餐有多容易煮 廣告之後,一起看看吧 前幾天,我的法國朋友 網上購物之後 信用卡被人盜用了 沒有了600 Euro 如果你都不想這個情況發生在自己身上 可以考慮一下用 Surfshark VPN 它可以幫你加密上網的數據 保護你電腦和電話裏寶貴的個人資料 升級功能 Surfshark Alert 還有檢測機制 萬一它偵測到我的個人資料洩露出去 例如我的名字 電郵地址 或者信用卡文碼 我就會收到電郵通知 讓我可以盡快採取行動 挽救可能面臨的損失 然後是 Surfshark Antivirus 每天都有新的惡意程式出現 Surfshark Cloud Protect 日夜工作 防止新的病毒 攻擊我的電腦和電話 只要登記一個帳戶 就可以全家人所有設備 一起用 現在用我的關鍵字 就有特別優惠 每個月一磅幾左右 就可以保護全家人的網絡安全 還可以額外用多三個月 有興趣的話 不妨按入Description box裡面的連結 了解多一點 打頭鎮的是 蒜泥白肉 首先要買Pork Valley豬腩肉 我會選擇一大塊過的 不是切成一件的豬腩肉 因為這些一大塊煮完之後 就最容易切到最薄的效果 這塊4磅03 是英國的豬肉 打開包裝 我用廚房紙抹走豬腩肉上面多餘的水分 很多國家會醃了豬 豬肉的酥味就因而減少 不過因為英國重視動物權益 絕大部分的豬都不會被閹割 所以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英國的豬肉吃起來比較酥 如果想披走酥味的話 可以在煮豬肉的時候 下蔥一條 薑幾片 八角一粒 紹興酒半蓋 魚露一湯匙 我再加些白醋 可以令豬肉白些 大火煲到水滾 再轉慢火慢煮 視乎買到肉有多厚 這一塊 我就慢煮了30分鐘 為何要轉慢火 而不是一路大火煮呢? 因為熱力需要時間 慢慢傳入肉裡面 當煮這麼厚的肉 如果一路大火煮 外面的肉很快就熟了 但是肉的中心還是生的 等到裡面煮熟之後 外面的肉已經煮得過濃 變得又乾又粗 所以煮厚的肉 我會用慢火煮 等豬肉內外受熱更加均勻 保持嫩滑多汁 有時煮食最擔心的是 東西還未煮熟 尤其是煮這麼厚的肉的時候 熟和不熟都不可以 就這樣看樣子就判斷到 比較簡單的方法是 拿塊豬肉出來 放在碟子 筷子很容易擠進去 沒有血水滲出來 肉汁是清澈透明的話 就代表煮熟 另一個科學點的方法 是用食物溫度計 如果豬肉的中心溫度 去到75度以上 就代表煮熟 我喜歡穩陣些 習慣煮到80度 煮熟些 腥味酥味都會比較少 煮熟之後 如果即刻切 肉汁就會流出來 以及不容易切得很薄很薄 我等它攤冷 再放入冰箱 冷藏一點 視乎想吃多冷 我自己習慣冷一個小時就夠了 我先用時間 一邊冷一邊做蒜泥汁 在英國超級市場 我們可以找到這些 薄餅和抹茶 它用來泡 它製成一些香料 例如做薑蓉、蒜泥 或者東南鴨醬汁都可以用到它 這個14磅 當我在英國的泰國餐廳做廚師的時候 經常都會用到Passel & Mocha去做木瓜沙律 不過因為我家裡煮飯不是經常用到它 14磅我就不買了 讓我看看家裡有什麼可以代替 我拿了一支木棍和一個不鏽鋼兜代替 切走蒜頭的頭尾 用刀身輕輕拍散蒜頭 再將蒜頭放入一個食物盒裡面 蓋上蓋子 搖10秒左右 蒜頭肉輕鬆脫出來 不用浪費時間 逐粒逐粒剝 然後開始Pound 蒜頭比起用刀切會Smooth些 中度一半 再加少許鹽 再繼續中 見到蒜頭立即變得很黏很綿 吃的時候就更容易黏在豬肉上 用這個方法 就算沒有攪拌機 都可以做到這麼有滑這麼細膩的蒜泥 我用了蒜泥 一茶匙 少許砂糖 生抽 魚露 Bosamic vinegar 意大利黑醋 麻油 再加一匙自己做的辣椒油 有齊甜 酸 鹹 鮮 拌勻之後 試一下味 有需要就再調整一下 萬事俱備 開始切豬肉 切之前我會做多個功夫 就是磨刀 我家裡的刀是我一到英國的時候就在這間超級市場買 9磅 已經用了快四年了 依然補刀未老 保持刀鋒鋒利 切食時會比較安全 如果刀太鈍 反而容易用力不當 硬切開食物 就容易切到手 磨刀的方法非常簡單 一隻手拿著 knife sharpener 一隻手拿著刀 以大約20度的角度 由上而下拉刀 兩邊重複相同的動作 不需要太快 一分鐘左右 刀已經鋒利了很多 第二個方法是 將磨刀棒 垂直 拿一條濕布固定它的位置 同樣以20度的角度 將刀由上而下拉 磨完之後 我會用洗潔精洗乾淨把刀 接著抹乾它才開始溶 避免磨出來的鐵粉 跌落食物裡 吃完落土 除了我那款傳統的方法之外 其實還有這些很方便的 sharpener 它就不是一支棍 你就拿把刀這樣垂直 這樣切下去 不需要有什麼技巧 什麼角度 怎麼磨才對 其實就這樣垂直 切一下 切一下 那你的刀 或者剪刀 就會鋒利了 這個賣6磅 開始將豬腩肉切成薄片 我放一條濕毛巾在砧板下面 固定砧板 我會用回在團連飯切白切雞的時候 和大家分享過的 左濕右肝法則 只是用左手接觸豬腩肉 右手全程保持乾爽 負責拿著刀 我將pop belly切成一半 觀察紋路 決定由側面開始切成薄片 這樣就可以切斷肌肉纖維 用刀薄薄向前推 慢慢切出薄片 最初未掌握的時候 可以先切厚少少開始 切多幾下 就會越來越掌握力度 慢慢越切越薄 就是這樣 就算沒有切肉機 都可以切出很薄的效果 切完檢查一下對手 左手雖然肥軟軟 但右手依然很乾爽 安全又麒麗 最後我喜歡切青瓜絲 夾著一起吃 首先將青瓜切成薄片 輕輕整理一下 排整齊 再切成幼條 一氣呵成 非常簡單 有了青瓜絲 薄切的豬腩肉 可以開始擺盤了 我準備一個有邊的碗 一塊上面一塊下面 梅花間足地把豬腩肉鋪上去 圍著碗一路排 最後將青瓜絲放進去 放多點都不怕 令它脹膨膨膨 放個碟上去 一反轉 慢慢打開碗 就見到一個非常立體 排得很漂亮的豬腩肉山 撒些玄西碎做裝飾 淋上冰冰的蒜泥醬汁 看到已經流了口水的 蒜泥白肉 有得吃了 豬腩肉又薄又多汁 肥瘦相間剛剛好 我亦喜歡包著青瓜絲 點滿了醬汁 又清爽又惹味 這個蒜泥汁 拌飯拌麵都好正 喜歡的話 還可以重溫上年暑假 我和大家分享的冷麵拌拌 一起吃非常之夾 材料成本 這麼大碟 都是五磅多 份量很多 我們兩個人吃足兩餐 第二味 泰式檸檬魚 如果去開英國街市 我會選 Turbet 多寶魚 或者Mollet 烏頭 這類肉質比較嫩滑的魚 去煮泰式檸檬魚 而如果在英國超級市場 最容易買到的包括有 Seabas 鱷魚 七磅有兩條 又或者 Lemonso 檸檬泥 這一包 兩磅二百 都很適合的 今次我用鱷魚 我們兩個人吃 我用一條就夠了 將蔥段和檸檬放在碟底 再放鱷魚上去 蒸的時候 蒸氣可以接觸魚底 再將蔥段 青檸 和薑片 放入魚生裡面 等香味蒸的時候 滲入魚肉裡面 有些觀眾問過我 有時蒸完條魚 魚皮會爛 怎麼辦呢? 可以試一下蒸魚之前 塗一點油在魚皮上面 油就可以保護著魚皮 水滾之後 放一條鱷魚進去 這條魚的大小 我用中火蒸8至10分鐘 又利用這個時間 做一個很好味 很白搭 適合夏天吃的醬汁 首先切些玄西碎 再加上蔥花 想顏色漂亮點 又不要那麼辣 可以切少少紅色的燈籠椒 再切一隻泰國辣椒 和剛才一次過中的蒜泥 然後調味 首先是酸味的代表 青檸汁一個 白酒醋或白醋一湯匙 鹹味的代表 魚露 三湯匙 補充甜味 中和一下不同的酸辣鹹味 我用黑糖一湯匙 最後加上鮮味 蠔油一湯匙 拌勻它 以上全部材料 都可以在英國超級市場買得完 條魚蒸好之後 慢慢打開蓋 見到魚皮完整無缺 魚身醬糊糊 好帥 配上蔥段 青檸 薑片出來 倒走蒸出來的魚汁 最後淋上 開胃的酸辣汁 想再漂亮一點 我加幾塊檸檬和青檸半碟 全程十分鐘 泰式檸檬魚 有得吃啦 夏天有時熱到沒什麼胃口 這個泰式酸辣汁 聞到已經很開胃 忍不住一口有一口 難怪住在東南亞的人 特別喜歡吃酸酸辣辣的東西 這樣蒸出來的魚 剛剛好 魚肉很滑 送飯一流 材料成本 四磅幾左右 又易煮又抵食 再煮飯後甜品 椰汁碼豆糕 首先當然要買碼豆 在英國超級市場 哪裡找到碼豆呢? 哪裡 就是這裡 就是在這些 印度或東南亞區域 Sleep Yellowgram 這一包買兩磅 碼豆是碗豆的花名 印度人會用碼豆煮咖喱 他比Lento 難度豆 大粒 硬身 我用手拿兩個 Handful 的碼豆 大約60g 首先用水洗乾淨 再用凍水浸碼豆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後 碼豆明顯會漲大一倍 浸完就可以拿去煮 將浸過的碼豆放入鍋裡 慢火煮十分鐘 看看是不是自己喜歡的硬度 想再軟一點的話 可以多焗十分鐘 最後過冷河 待會用 好奶甜 第二樣材料是椰汁 我會用罐裝椰奶 混合盒裝椰奶 罐裝椰奶的椰味就濃一點 不過如果全部用完 就比較重 所以我會混合 輕輕一點的盒裝椰奶 這一罐85P 泰國製造 這一罐99P 英國製造 將罐裝椰奶 混合盒裝椰奶 攪拌均勻 謝謝他們 輪到第三樣材料 做椰汁碼豆糕 有些人會加粟粉 去將椰汁整潔成糕 不過加粟粉就要煮 而今次我的版本 就簡單一點 不用煮的 用的就是 Gelatin 魚膠粉 一磅四有三包 魚膠粉 以前是由魚提煉的 所以叫魚膠粉 現在就會用到很多不同的動物 例如我手上這一包 是用牛提煉的 但亦都有Vegan的版本 平時我們見到軟糖 啫喱通常就是下了魚膠粉 令它凝固和彈牙 怎樣用魚膠粉呢? 不同牌子的用法可能都有點不同 我會細心看清楚包裝上面的指示 日常生活見到很多細細包的糖 醬汁 外國人會叫它做sashay 我買的這款魚膠粉 一個sashay 可以凝固一pint的液體 今次我會用一公升的椰汁 所以就用兩包 先準備一碗暖水 再將魚膠粉平均倒入暖水裏 這個先後次序不能倒轉 否則這款魚膠粉 就發揮不到最佳的凝固效果 慢慢攪勻就用得 最後我會下砂糖 大家都可以按個人口味調整糖的份量 將魚膠粉水倒入椰汁裏 攪勻它 再倒入煞好的馬豆 想加些變化 還可以加些粟米 甚至芒果 攪勻所有東西之後 放入冰箱鮮雪20分鐘 20分鐘之後 魚膠粉開始發揮作用 令椰汁開始凝固 自己吃的話 我會準備一個玻璃碟 如果想送給朋友或隔壁論社 可以用這款石子碟 在玻璃碟裏面塗一層很薄的油 再將椰汁倒入玻璃碟裏面 蓋緊後 放入冰箱再冷藏半小時 半小時之後 再拿一次出來 這時候 椰汁已經由液體變成半固體 我用匙巾 輕輕把沉底的馬豆 塗上來 可以令馬豆分布得平均些 最後放入冰箱冷藏4小時 甚至過夜 吃之前打開盒 用砧板蓋著它 一反轉 輕輕推一推 馬豆糕就會掉出來 輕鬆又完整 滑嘟嘟 振騰騰 最後切做喜歡的大細和形狀 以前我在酒樓飲茶 滑成一嬌的椰汁馬豆糕 完成 晚飯之後 一人一件冬冰冰的馬豆糕 椰香味、豆香味很濃郁 落過什麼 自己都掌握得一清二楚 一家人都吃得放心些 椰汁糕滑滅滅滅 配上有咬口的馬豆 口感很豐富 材料成本 不用3磅 就夠4個人吃 抵食又好吃 最後一樣 是BBQ打邊爐 喜歡喝酸梅湯的朋友 不妨嘗嘗的 羅望子特飲 Tamarin 羅望子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它的味道很酸很開胃 所以一些酸酸辣辣的東南亞菜式 例如辣沙、冬蔭公、亞森咖喱魚 都會用到它 羅望子的樣子好像一粒花生 剝開個殼 就是酸微微的果肉 在熱帶生活的人 會用羅望子做凍飲 燒暑開胃 在英國超級市場 可以找到這些羅望子調味料 可以用來醃肉 或者直接煮飯的時候下 但今次我做特飲 就會用這些一磚磚的羅望子 它是由羅望子剝殼後 剩下果肉 曬乾後 撒起來 在印度生產這一磚 一磅二五 而其實英國菜 都有用到羅望子 英國的堅汁 和白糖 都會落到羅望子 大家對它的酸味 應該都不會抹生 做法非常簡單 首先將半磚羅望子 放在一個大碗裡面 加大約五百毫升的熱水 浸軟它們 不用幾分鐘 羅望子就開始軟身 我用一個平時用來做薯蓉的工具 幫手壓散羅望子 讓羅望子溶得七七八八 我就將核和渣過濾出來 如果買到沒有核的羅望子 就更方便 將羅望子水倒入一個渣裡 再視乎喜歡喝多甜 我再加一根黑糖 攪勻之後 再加幾片青檸和檸檬裝飾一下 就是這麼簡單 生瓶解渴的羅望子特飲 搞定 羅望子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清新香味 有些炭燒的味道非常特別 BBQ 或者打火鍋 準備定一渣 不止酸酸甜甜那麼簡單 還將我從英國帶去泰國一樣 材料成本 這麼大渣都是85P 夏天做定一渣放在冰箱 熱辣辣的時候全家一起喝 燒暑兩針 整餐飯的成本大約13磅左右 有送菜有甜品還有冰涼特飲 豐富得泥 煮個陣又不用太複雜 全程用蒸 煮 以及其他小技巧 縮短站在爐頭前面的時間 省錢又省力 希望在夏天都要照顧全家一日三餐的朋友 沒那麼辛苦 吃得開心 最近我經歷了一些自己無法控制的挫折 多得身邊的朋友幫我鼓勵我 令我感受到我並不孤單 體會到就算是簡單一句話 一句電話 力量都可以很大 都令我提醒自己 我都不要吝息、關心其他人 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 如果你都在經歷不如意的事 我們一起加油 今集你最喜歡哪個菜呢? 留言告訴我吧 想支持我們的製作 歡迎加入成為會員 或者試下右下角的超級感謝功能 也可以分享給多些親戚朋友看 以及追蹤我的Instagram